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厲害了, 凱哥 凱哥, 我們的乳豬很厲害 今天特地來看你怎樣做 天下第一豬 天下第一豬 對, 天下第一豬 我們的乳豬是即燒即食的 好嗎? 我們的乳豬是選擇了越南的 越南的 越南的 越南乳豬是最漂亮的 葉債方面, 我們通常會用在手上 然後慢慢滲透 這是什麼?意料 這是傳統的葉料 花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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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鹽糖 五香粉 這個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逐步按摩 逐步按摩 逐步按摩 讓它容易入味 醃完了, 下一步如何做呢 下一步就上刀叉 是 通常入的時候會在尾部先入 好, 固定豬形 上了勾就可以上皮水了 是 這些皮水是什麼呢? 通常我們的醋是十, 糖和酒是一 這樣燒出來, 上皮水令乳豬更鬆脆 糖是用麥芽糖的嗎? 我們不用麥芽糖的 用麥芽糖? 用砂糖 用砂糖 對 砂糖令燒出來比較脆 脆的… 像焦糖布甸一樣燒一燒 焦糖後, 砂糖會比較脆 我看到豬籠裡有一點醬, 是嗎? 是 這是什麼醬? 要加點醬 這是無花果醬? 無花果醬 當初我們想有些創意 所以想了很多種方法 其中水果我們也試過十幾種 例如蘋果, 我們也試過 太油太酸, 稍後蘋果會黑 也試過黑麥瓜, 也試過 也不行, 無花果醬 乳豬最適合就是吃而不留 請客必吃十八道菜, 必吃燒乳豬 尤其是這隻我有份燒的乳豬 來, 寶哥, 不要客氣 不要客氣… 你也有份的 是, 我… 很清香, 有果香味 可以吃…可以解除豬的油 而且這裡是標榜即燒才吃 下單位才燒的 這個已經很難得, 沒什麼餐廳做到 通常燒光或是交回來, 再翻熱 這樣會硬, 黏牙, 慘口 大家看到這個皮就是芝麻皮 是化皮的 如果燒到玻璃皮就不好吃 化皮就很好吃 通常外面吃的乳豬只是皮和肉 但我發現它是連骨 連骨, 連骨斬, 師傅 有什麼好處呢 連骨斬的好處是因為吃了香 有骨的香味 如果譬如說肉放在底, 皮放在表面 一來這樣多重工序就會變冷了 而且我們吃的乳豬 也很喜歡稍微拌骨的效果 就是動作 我剛才說過 因為骨剛剛有筋膜 有脂肪在骨邊 骨對來是筋膜, 再對來有脂肪 那時候可以特別香 所以連骨斬和骨來吃 有更好的口感 是… 因為我今天來到才能學到 10比1 10比1是什麼? 10比1是我的照片是誰 10分是白醋 白醋, 一分是白 通常我們10比4 10比4很快會焦 一焦就要離火 如果師傅, 你10比1 可以大膽燒至金黃色 顏色很漂亮, 清理出來 這個是秘訣 對, 那你的火不會離開 又要放, 又要離開 受熱的程度不同, 有難控制 對, 一度火燒光 一度火燒光, 果然是高手 鶴師傅, 你好 今天有什麼好介紹 今天跟大家做一個大量野雞卷 一個懷舊的菜式 是… 但是它比較繁複 但是大量野雞卷裡面沒有雞肉 我真的今天才知道 我經常以為… 雞的成分都沒有 是有雞卷… 野雞卷的野雞來做的 不是… 它的特色是用糖醃的肥豬肉 還有很薄的火腿 捲了它之後, 然後就炸 為什麼是野雞卷? 因為它的風味就是當火腿 和冰肉一起吃的時候 還有野味的味道 所以叫做野雞卷 這個菜為什麼會入到鹽植的呢 就是當鹽植的時候有一個 叫雙葉糞 兩個葉糞裡面 其中一個是炸的蔥 大量野雞卷和炸鮮奶 師傅, 現在捲好了 好, 接下來的程序是怎樣的 蒸一蒸 蒸一蒸 蒸之前用保鮮紙捲一下 讓它定型, 讓它不會散出來 由炸兩片變成香腸 師傅, 我們包了保鮮紙 然後放進去蒸多久? 蒸五至七分鐘就行了 五至七分鐘就行了 因為我們要炸的 好, 師傅, 蒸好了 現在怎樣呢? 蒸好了, 我們就要炸了 要先拆掉 對, 我們接著… 我以為拆掉也很麻煩 是的 會掉出來的 掉了 這樣就燒油了 燒油, 好 師傅, 你在玩油 別人玩水而已, 你玩油 這樣就放進去 這樣就放進去 現在先浸泡一下 對 浸了形式 浸了, 浸了它就搶色 這個其實是半浸半炸的樣子 沒錯, 浸到它夠熱了 開慢一點火 然後逼出油 逼出油 三條的顏色 對, 很好吃 請客必吃18道菜, 必吃懷舊菜 今天我們吃大梁野雞卷 灌腩人、蝦仁, 寶哥, 起筷 很甘香 果然甘香 師傅用油和玫瑰爐醃 是 酒香味很厲害 酒香味 而且我覺得… 雖然說以前傳統用豬膀油 但我覺得不用真的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本身雞肝的香味和豬油的香味 師傅說為什麼要灌腩仁和蝦仁呢 因為想清一點, 有不同的口感 對… 因為滋潤豬肉 可能比較香, 有一點肥 所以灌清一點的蝦仁和腩仁 我覺得這個菜很少人做 這些華舊菜真是手工 你不要…成本很便宜 因為很多下難的, 邊位都飛走了 都不要嗎? 不要 可能你買一塊原材料回來 可能用三分二 也多了 也多嗎? 可能一半而已 因為一塊肥豬肉, 你想想想這麼大塊 只要中間的芯是多塊 歐小哥, 這麼大的蝦, 很難處理 蝦肉已經蒸熟了 是… 然後我們只需要擦蝦肉 我們用蝦肉而已 是… 我們用了五斤以上的阿拉斯加 蝦蓋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是, 我們早就要清乾淨了 我看你們這個飯也混了其他東西 是, 這個飯… 裡面有什麼東西 先炒飯, 然後我們會用高蝦 就是不像一款蝦? 是, 我們會… 因為本身阿拉斯加蝦肉質鮮嫩 但是蝦味不夠 所以我們用了一種方法 有味, 出味, 無味, 入味 我們用高蝦去煮湯 然後用湯來煮阿拉斯加蝦肉 然後把飯放在蝦蓋裡 我給爹聽 我覺得很繁複 歐師傅 是 這個菜叫蝦蓋焗飯 知道是你的痔瘡 又有靈感, 為什麼有這樣的做法? 靈感來源是來自粵菜式 炸釀蟹蓋 炸釀蟹蓋? 我們平時的蟹蓋不是經常說 焗蟹蓋焗蟹蓋 因為我們粵菜有很多焗的菜式 都是用炸來演繹的 但是叫就叫焗 沒錯, 但我們演繹方式 某些菜都是用炸的方法 用炸的方式來做 用炸的方式來演繹 對… 好, 想想這個就炸了 對, 我們可以拿去炸 好 好 請客必吃18道菜, 必吃飯 這頓我們吃 原隻帝王蟹蓋焗飯 聽到聲音 對, 整個炸得很脆 有煙 飯的表面有點脆 感覺很突然, 好像飯這樣做 有層次, 是嗎? 通常我們炒飯是金銀炒飯 就是把飯炸脆混在一起 吃的時候有些軟的, 有些脆的 今天很少我們外面有一層棉包糠 我想你如果炸脆的飯 口感比較粗粗 這個棉包糠有些零星的爽脆 而且有些蟹膏 再增加蟹的香味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不是只用一種蟹 就用蟹膏的鮮味 對 蟹肉真是一層層, 一層層吃下去 它很有口感和蟹肉味 可能師傅, 飯煮得剛好乾, 濕度剛好 它不太粗口 但是吃完之後, 會再想吃另一碗 而且麵包糠涼了, 炸脆了 你第一口吃的時候, 有脆的感覺 你才能吃到飯的軟體 還有滑龍點睛是什麼? 我覺得師傅很聰明 表面上有些青色的東西 是 這些是檸檬葉打粉後, 撒在表面上 如果撒這些, 直接把整個口腔煮好 很新鮮 有種鮮味 對, 而且一點都不覺得黏口 好